學院 我應該請各位是各位總將官 從今天開始 不是今天開始 從月報三點半以後 我們所有的高級班的學院 都可以領到一張 台灣民政府的高級班的結業證書 我再說一次 這張結業證書等同 台灣民政府這張結業證書 公務人員任用證書 後來這張結業證書 是要用現主席的 中華民眾類似的 國庫或庫庫 但是因為國議是在 我們在結明的頭上 所以就是革命先行者 你大生知道 所以對這些大生知道的這些人 尤其是法律知道的這些人 我們政府 台灣民政府 要給各位威勞 當然是給各位鼓勵 現主席全台灣裡面有一個政府 叫做台灣民政府 你說中華民眾政府 政府 實際上是叫做台灣 authority 台灣當局 他不是政府 美國已經在台灣管理法裏 跟我們說得很清楚 台灣 authority 是台灣當局 說中華民眾政府 說中華民眾政府 是躲在台灣這個土地的人民 因為受到六十八年 錯誤的教育 大家 就是說我們是中華民眾政府 其實這是差很大倍 是完全不符合國際法 完全不符合戰爭法 所以我們台灣人 六十八年以來 真的都不知道 我們到底在過什麼日子 當然有的人 到現在為日 用去堅持說 我們就叫做中華民眾 這一種的人 特別說 已經都憑慮跟他們說了 尤其是 一些政黨 都會用這個中華民眾 來做一個照片 什麼共同 公約書 各位 我們一定要堅持 台灣不是中華民眾 在我們做日子的時候 上課你也有看到 1949年 美國的中央情報局 文件裡面 也已經說得很清楚 台灣不是中華民眾 所以今天 這個三十分裡面 我要向郭醫生介紹一個東西 這塊車牌 這塊車牌 在七月 這五月月底 會發下去 讓我們全台灣 拿去酒和高砂族 但是這個顏色 是不對的 因為我挑釁拿不對的顏色給你看 我們的顏色是 日本紅色 就是日本機的那個紅色 但是這個是黑肚紅 因為我今天去砰 用那個去圍造我們的 所以這是樣本給各位看 你要拿到這支 這支 你知道嗎 就要有我們的新聞證 有台灣政府的身份證才有主樓 再來 你要申請 向國主的酒店申請 你如果申請以後 會發 因為你一定要有新聞證 我們會發一個行車執照給你 行車這支 還會發一個 我們要做在台灣的道路安全規則 當然 拿這個牌 行車執照 台灣的新聞證 當時 你也要有保險 但是這個保險 是我們經常找到 是美國的公司 替我們保險 但是根據美國的姿勢 所以我們前半年 要跟中華民國 他們所發的那些白牌 放到 放到的原因 就是 你前前拿這個牌 拿到的時候 他不是說 你有保險不會有 所以 美國是非常重視 這個保險 所以你拿這個牌子 先把牌子割起來 割起來 上面是我們的 下面是劉王政府的 他不是說 所有的警察都已經知道了 我們牌子還沒出來 現在警察機關都知道 我們的紅色的牌子 馬上要出來 甚至像 他也要靠到的 人家幫我們問 聽說 你要負責到什麼 我們的警察就說 有什麼 你什麼人 他說 他是 台北市的市調處 他說 新北市的市調處 我們葉賢中 葉組長 他說 你留電話給我 因為怕八戒 他就留電話 要把牌子割起來 又是真的 他就說 有 我們要發插牌 但是 我們的插牌是紅的 不是白的 所以他聽聽的 這個調查人員 沒話說 我給各位報告 我們所做的 每一項事情 都是絕對 合佛國際法 絕對 合佛建政法 所以中華民國當局 無法對我們 因為現在 你要看中華民國 他不說 他也速度越來越近 他要離開了 你如果有時間 看這個報告 當然報告 他不一定會寫 但是你跟各位說 因為現實是 我們在堅持的 就是 台灣是台灣 中華民國 是中華民國 這是這次 來跟各位說 第二件事 我們已經接到支持 我們每一個州 國州 要發150人的 台灣民政的旗子 就是最正常的旗子 發這支旗子的時候 我們國州的這個酒店 會在你們國州京150人 你如果有旗艦 就是 最好是有老英的旗艦 有老英的旗艦 這個旗子 你知道我們零賣 旗子我們是300塊錢 旗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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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給你這個旗子 當時我們也要向你邀請 在馬年 對時時 我們驚訝 美國已經有 決定要進來台灣 進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也要 我們要 掛旗子 給他反映 第一 美國旗都有對不對 有嗎 有 你不能打開 美國旗 你也要有一支旗艦 所以美國旗艦 跟我們台灣民進會旗艦 因為美國旗 用送的 所以 我們也沒辦法 我們也要送你 所以我們的民進會旗艦送給你 但是你要有旗艦 所以你如果有買旗艦的 給我們的那個人 阿嬌小姐 陳小姐 給他們看 我就送你一面的 台灣民進會旗艦 我們如果統帝那一天 大家都要掛出來 美國旗跟民進會旗艦 拜託你都掛在 人看得到的地方 你不能掛到你家裡 一定要掛給人看得到的地方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所以稍等 我現在跟國旗艦說完 的時候 我會流十分鐘 你如果有那個旗艦 我就說 我前幾 買的就 一萬多 就我知道 我前幾 一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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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 你如果 你要拿這支 只有你們這支才有 沒有那個後期 你們這支才有 你們這支 我要送你們 台灣民進會旗艦 就是你要讓陳小姐看 你有旗艦 我才要送你 蛤 對啦 你就不用了 你就不用再買了 我就旗艦 我意思你們聽有沒有 就是說 只要這支 只要這支 我要送你這個 這支 台灣民進會旗艦 但是你要有旗艦 你沒有旗艦 我送你就沒有 你真的用鐵膏 我就投去了 那旗艦 住那個老鷹頭 是四百塊 其實你自己算 算會好 四百塊 加上那個旗艦三百塊 七百塊 七百塊 你用差不多 對半價賣的一樣 這是只有這支 我再說一次 只有這支 這支 派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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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的詐騙集團都沒有什麼樣子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他手? 都沒有,只有我們就對了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我們台灣民政府 是真的用法律去進行 要找到政府的一個組織 我們是完全照顧美國的時候 美國的法院打掘 然後後來我們一步一步 按照詐騙者的意志就是定義命令 詐騙者的意志就是命令 這是建政法來說說的 你叫我詐騙者,你沒辦法嘛 你建書嘛 我們一定要先認說我們建書 但是我們建書不是代表說 我們的人格比較低 現在中華民國對台灣人是 你們都建牌者 所以他要跟你怎麼都記載他 其實台灣人過去忍氣吞聲了 風氣呼都沒關係 你在做官部人員的時候 你的主管差不多大部分都是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的聲線有他們的一套 我們台灣人應該就是放在牆壁 各位這實際上非常不公平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 也已經有跟各位說過 我們這件一奧 我們一定是保護本土台灣人 所謂政府的官員 一定要奔討台灣人 才能人民才能集結 你說好嗎 好 各位,我們要做這些工作 我再說一次,我們是叫法例 要記得,法例 用這兩字就是法例 我們不要用感情 你看最近,我早上做一個 上課的時候 跟各位說 那是日誌跟日據 現在站在說馬英雞要改做日據 但是馬英雞是這樣說的 但他在那中,他上面說的 會比較 在po LP的人 就不一樣 我相信 我們沒有牆壁較快的 馬英雞近何座,他會再改過 所以 如果改過 就變成我們現在提供會更慢 因為年輕人搞不清楚 因為他跟你說 日本竊佔台灣 竊佔你是什麼意思? 頭第 其實日本 我們真的竊佔 他從來沒有切斷台灣 他是按照條約 他割讓台灣給日本天皇 我們是幾幾幾滴到的 也不是為了台灣去戰爭 沒有 他是他的艦隊和日本帝國的艦隊 戰爭兩天 他就已經失敗了 所以這事情非常清楚 一切要照我們的法例來走 這個艦隊已經在國政府定期了 每禮拜 差不多我都會在兩禮拜的一次 到你們國會的州 晚上七點到九點 叫做與密書長有約 你們可以來聽 因為最新的進度 我都在我與密書長有約 那個會議的時間 給大家報告 至於清白十分證 我希望你們有需要的 有需要的 把你們的州長定期 所以呢 今天主要就是要跟各位報告這兩項 另外呢 你們那個畢業證書 結業證書 我以前是都直接發給你們 現在稍微改變 交給給州長 因為州長需要給你食材 所以州長如果有這個結業證書 你去領的時候 他就知道你什麼人 這樣名字他就會記得 我要再說一次 我希望國會 你要跟你的州長自我推薦 你說我能夠擔任什麼 自我推薦 你不用煩惱 我們的組織 絕對不能貪污 所以州長要給你任命你做什麼 絕對是會看你的 做全長來給你任命 不是說看你有錢沒有錢 這點你絕對可以放心 也不是看你的年齡 也不是 一定是看你的能力 但是這個能力 州長也不知道 你就要靠你自己 跟州長自我推薦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這個車牌 我放在這裡給各位看 但是不能拿摸去 謝謝